欢迎收看第九条金线 我是JS终于 坐我身旁 有好多好朋友 带来了精彩的车 今天任一台 我觉得在路上 即使有那么多 形形色色的车款 它们肯定会抓到你的眼球 因为太有魅力了 但我们为什么站在这里呢 因为 好 我们今天要来开上这一台 人气轻挡 小车 其实 大家会说 回头率很高 春风沸沸 POPIO XO01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她 其实这一台车呢 在台湾很多人订 然后我们今天要开箱的同时 特派员 艾儿之前先帮我们去抢先看 这位车主 带我来头哦 我觉得大家知道 他买这一台车 可能会说 哦 为什么 先来看 是的 综艺姐棚内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艾儿 我现在来到这里 是听综艺姐说 居然有人比我更早交车 这台可爱的沸沸 所以我当初在他一刻一买的时候 马上就订了 我订的是红白色 我这么这么早订 怎么还会有人比我更早交车呢 而且我刚刚经过厨房 看到有人在插车 他到底是车主还是是店员 我现在马上就去看 走 赵哥 是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当初到底为什么选这台啊 你选红色的车主 对啊 我被广告一打中 我就整个受不了 我跟你讲 我当初觉得红白 我来骑真的太可爱 有点奇怪 因为它很像那个电动玩具的那种搭配 任天堂打电动的感觉 对 所以我就问一下店家 店家会说其实它还有另外两款颜色 那我就挑白的这一款 对 还有绿色跟白色 对 你当初挑这台车的时候 有先看到实车吗 还是就看图片就 我有看到实车 但实车的时候我看到的是绿的 然后又看到这一张大的海报 红白 我就想说要定红白 但是他们跟我讲说红白都已经定了 不好意思 没了 对 所以我就说那有没有白的 他们说白的更稀少 但是我就透过一些那种不正当的关系 我们就定到白色的车 是 没有开玩笑的 我就是被这个灯给你们看 我也是 这个灯我当时心里想 没有摩托车会有这种造型 整个车都可以从头改到位 因为它有非常多的改装套件 就像你旁边选配的这个LED 对啊 听说是全台湾的第一台 对 没有人有 我好像没有 那个要加构 要加构 可能也是要用不正当关系 没有 要用正当关系 我们是用正当合法的 我现在只能骑临时牌 临时牌 对 临时牌 临时牌可以骑五天耶 五天可以环岛两圈 你问维明哥 他可以骑五天 现在有个问题 这个车骑环岛 那就有点神经病了 太累了 我看看你的坐姿 骑 你看 这样子骑 可以啊 腰很好啊 没有 完全没有那个 不行 我第一天骑出去的时候 大概半个小时就腰痠背痛 还有 我一直找不到挡 你知道 我一直在那边一二一二一二 我找不到空挡 它是国际挡还是循环挡 国际挡 它就前一后六 勾勾勾 对 对 所以勾到我后来脚就破皮了 好烂喔 你换鞋子 我太久没骑这种挡车 然后穿的那个鞋又比较薄 所以去勾挡的时候就勾到 越勾越痛 越勾越痛 后来才知道 因为第一个不习惯 30年没骑挡车嘛 那骑习惯以后 也就没这些问题了 其实认真讲 像你这种小芝麻的女孩 来骑这个摩托车 驾驭她 刚刚好 来 你试试看 我刚刚说我在看照片买车 我还真的没有这样的试图 是喔 你看我两只脚可以拆高 对啊 我外面问一下 你身高分150 我用 我跟你很熟吗 不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号称有160 不好意思 得罪 所以你来驾驭她是刚刚好 不会有压力 听说很多女生买这台车 来练骑打挡车 真的吗 因为人家不会怕 因为有时候我们女生 在骑那个挡车的时候 你就像你刚刚讲的 很久没有骑挡车 不知道挡怎么挡 然后那个红灯 一变绿灯起步 熄火 手忙脚乱 然后又踩不到地 尴尬 对 所以如果骑这个来练骑 骑挡车 就有点像那个骑猫的那种感觉 结果我们今天太会选了 其实外面下雨天 但我没有看到 对 我的车是不能碰水的 不好意思 我没有看到赵哥 英俊帅气的骑乘姿势 我不甘心 是吗 我已经帮你瞧好场地了 帅一下 借我看一下 你很会 好啦 想看 来 试试看 这知道 美女 你觉得今天这样整个骑下来 感觉怎么样呢 我觉得赵哥骑起来真的好帅 看你戴这个白色的帽子 我听说你还有一个白色的安全帽 我看你这个整个搭配起来 哇塞 不得了 是啊 是啊 我刚刚看你这样骑起来 感觉也不错 你还习惯吗 我真的 像我刚刚一开始想说 你应该是太久没骑车 没有 它真的是打档不好打 哦 这个勾的时候真的不好勾 对 好像不够明确吧 对 对 对 等一下稍微有个有点力 或者是说在找空档的时候 要在行进间快要停下来的时候 就要赶快打空档 如果真的完全停下来 再来找空档的时候 真的不好找 对 所以我那个 我记得我刚开始骑的时候 就一直在那边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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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那边找找找 找不到空间 那就赶快邀请赵哥 骑进棚内 给大家看一下赵哥的音质吧 OK GO 出发 来了 来了 赵哥来了 带着他的新欢来地球黄金线了 帅 帅帅帅 yes 赵哥 好 终于找到档了 我才正要问 这个打档已经适应了吗 我后来知道有个问题 我的脚要往里面弯一点 勾档就好勾 那一般话我们都是踩汽车习惯 就直接正脚这样踩 所以当然习惯的踩刹车的方式 当然勾档勾不了 所以我记得我刚开始骑的时候 蛮辛苦的 真的 因为刚刚大家都觉得他好适合 赵哥 整个身形超适合的 有帅 有帅到 我这个高度骑这种小车刚刚好 因为看起来外表又像街车 对不对 所以骑起来还蛮OK的 还蛮OK的 他骑姿很阴挺 刚刚智欣又说我来骑骑看 你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可能我骑起来的感觉 我可能长得太斯文 要稍微粗犷一点 好像有点 他觉得 要有点杀气 其实安全帽一戴 也不知道谁是谁在骑 所以无所谓 我们骑到戴安全帽 对不对 那我们大家是不是充满的好奇 为什么赵哥会去选 这么一台小巧的车 他大概在去年 在2023年3月发表的时候 我就看到媒体的新闻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 这个车应该要找一下 结果就找到代理商 找到代理商的时候 我就跟代理商谈 代理商当时讲说 车还没验 还没什么的 而且能进多少台不知道 那当时我就跟他讲 这样子 我要上地球黄金线 我帮你们宣传一下 看什么时候可以交车给我 他们想一想 应该可以最近就有车 就跟我买MG的道理 地球黄金线的面子 就是赵哥觉得OK 所以赵哥 你刚刚这本意思是吧 还有跑码 这个跑码 它有个APP 我之前 你看 对有个跑码 它旁边会一直跑 地球黄金线 它有个APP 这个APP 不只只有文字 还可以图案 我们看一下 做所有任何的设定 对 我之前不是地球黄金线 我之前是妹子上车吧 对 很屌啊 我跟你讲 没有人可以这样子 对不对 通常你要叫妹子上车 一定要跟上车 我不用 我整个店门一打开 比如说看的话 打开冰篮五十 等一下 不类的 我觉得赵哥找到这里 他就放飞了自我 请问一下 就是嫂子有同意你 让妹子上车 我妹子就是叫她 是叫我 我没有叫别人 是叫她 是吗 就是嫂子的小名叫妹子 应该也不过分 那在家都这样叫 可以 原来是可以交妻的 另一种爱车 是不是 对 妹子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骑在路上 那个回头率超高 不瞒你说 因为我验车还没过 所以车牌下不来 我们都是骑临时牌 骑临时牌的时候 那次我就刻意骑远一点 我从基隆路 骑到巴德路 在那边它是可以回转的 我一个大回转以后 大白天 我感觉全部的那个 那个四色的眼光 投在我身上 比棚内的 SPA-LINE的灯还亮 全部人没看过 这什么车 怎么可以这样子 那就很多那个 送那个UBER的那些车子 那个外送那些 全部都挤到我旁边就看我 然后绿灯一亮 我的车轻轻一吹 就是我第一台 没有人抢过我 全部都在后面看 看这台车到底是什么 不是 那个比开MG的那个 那个尊容感 突然又回来了 你知道吗 真的没想到 这么一台小车 对不对 但是赵哥 你当时是看到哪一个线条 或是哪一个元素 会让你觉得 我要找这台车 当时就是因为它这个车头灯 它这个车头灯有个圈叉 对 很像那个电动玩具一样 对 XO 很像那个电动玩具一样 那最重要的是 整个车还包括这个仪表板 这个要选配了 仪表板 还有整个车子的造型 最重要它是后面的 排气管是中出的 这种设计就很了不起了 对不对 就不像一般的车 排气管在左边 要不是在右边 很容易烫到 但我们就喜欢它这样的造型 那这个位置 是怎么样有载了交期一起出门 对 因为它是软电 它不是硬电 所以我太太当时坐在后面的时候 当时他们有讲说 如果有两种骑秤方式 你就是后座的人 手可以抱着油箱 要不然就直接抱着驾驶人 所以他们坐在后面 其实蛮舒服 不会说因为 我大概骑了50几公里 不会因为说太长途的骑秤 后座的人坐得屁股痛 他们有跟你抱怨 没有 他本来也是不大骑 摩托车的人 但是坐了以后 他就觉得挺舒适的 还有甜蜜蜜的感觉 对 最重要是所有的眼光 一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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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满 真的 这么跟你享受 非常享受 最重要是他的车都能改 你看到的地方全部都能改 他很多配件 小配件 通通通通都可以改 所以想想 那蛮方便的 你已经有添购什么的吗 我买了很多 像这个后面的这个叫做什么 那个行李架 很可爱的一个行李架 我还没装上去 还包括那个刹车的踏垫 换挡的那个勾的换挡的架子也是 还包括这边 他这个圈叉 这两个叉的 有没有 他可以换金属的 可以换有颜色的 所以你要换金属外盖 对 换金属外盖 还包括他这个 液晶荧幕的这个表 都可以再换颜色 还包括这个刹车的油盖什么 通通都能换 三十几年前 就大概就是追风 DT那种挡车 那之后我再也就没有骑过挡车 说实在 这几十年 像是下来看 这一次这个挡车出来 他126cc 我就觉得是我在骑车 因为以前追风DT还是高的 那个有点算是车在骑人 你如果没控制好 驾驭不好 是有点危险 但是我骑趁他 完全就是想怎样就怎样 人骑车的感觉 就真的不一样 随心手遇 对 我刚刚看影片 有听到你说 如果下雨 我是不会骑车的 你是不敢吗 不是 第一个 这种车你骑 骑大安全帽就算了 还要穿个雨衣 很丑 你要买什么雨衣来配这个车 这是个重点 还有一点 这个车 我即便之后挂了牌 我也不可能跟他推到 一般的那个 什么摩托车的停车格 挤来挤去 那看不高兴就把你荧幕给打烂了 那你要去哪里 再去租一个车位 为了他 只能这样 没办法 再租个车位 专门放摩托车的 但你的车 无论放在哪 现在都很稀奇吧 这个数量是不是不会很多 因为现在全台湾第一个 在路上骑大概就照个了 所以还没交 刚艾尔还帮你一下 为什么你逼我找交车 对 应该这样讲 现在目前这台车 我都放在展示间 即便之后领牌 也要放在展示间 因为真的没有地方可以放 没有地方可以放 所以我干脆就放展示间 让他们做展示用 可以啊 他已经买了 然后又要让他们当作展示车 对 所以所有人要去买 他要先看到赵哥的车 先膜拜过才可以下定 而且一看那种完整度 大家就觉得 哇 好像一台大玩具 对对对 赵哥 真的是大玩具 没错 好 那继续看 方卡 赵哥 小三带来的这一台 也很红 这个是 你看身形 有没有想到什么动物 感觉不出来 什么动物 你不觉得它长长的 香蕉 腊肠狗 腊肠 像不像 像不像 那边有个马克啦 对 这一台我们今天是 特别为赵哥借 怎么说 以前有个节目叫 狗狗猩猩大冒险 小庞跟詹姆士 它是 猩猩跟 斗牛犬 那我们今天是 肺肺跟腊肠犬 对比一下 因为这两台车 其实有一些特色是共通的 真的吗 就是 这一款车它出来之后 其实也是很受大家的欢迎 因为很多人 它过去对打档车没有兴趣 是的 可是这台车它很可爱 那 它出来以后很多 原本就有玩车 多买一台 代步 在家里附近买菜的时候用 希望大家看你 那有的女生他觉得说我希望 可以有不一样的路上的选择 他也选择这一款车 赵哥 如果你今天骑这一台 然后小山骑这一台 然后你们俩刚好停在一个路口 你觉得大家会看谁 当然是我 哎呀 慢慢因为那个LED 没有没有 但是纯粹我们靠这个LED 如果没有的话 我相信大家看这台多一点 为什么 因为这一台是梦幻联名版 哪里梦幻 我们看像这边 哪里 除了本田之意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双星 Tamiya 田工 我相信 所有的少年看到这都会兴奋 因为对男生来讲很简单 出门我们就会玩本田 那回家呢 你玩田工模型 那田工模型没有玩 至少玩过市区车吧 那这个联名 他这一次是泰国推出的 我觉得他很厉害 是以前大家说车厂做联名 就是动漫嘛 动漫嘛 不然就是一些游戏手游 可是我们第一次看到 你把田工模型的品牌拿来做 那我觉得这很厉害 然后呢 刚刚赵哥车上非常多的细节 这一台车其实也有 我们先看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logo 这台车因为身型的关系 大家叫做蜡藏狗 他车上有三个蜡藏狗 这边我们刚刚赵哥看到 左边 右边还有前方喇叭的试盖也有 他特点是 明明都是蜡藏狗 明明都是成品 可是你看他做不一样的设计 他三个地方的蜡藏狗 是不一样的 他的狗一样 但是他把他排列组合不同 把那个质感给做出来 然后 有点小趣味 刚刚我们在赏车的时候 赵哥对他排气管很有意见 是 来来来 赵哥 我认为 这个会烫哦 我认为这叫品味 应该会烫啊 会烫 对啦 品味是一回事 但是我们要漂白一点的时候 我们脚要打开嘛 骑人要脚打开 那你后座人怎么打开 后座的话 我觉得骑车是这样 我们尊求一个自由 赵哥有娇气 有小妹哦 他说小妹请上车 妹子 妹子可以搭车啊 我们只要目的地是一样 我们人生有很多的路可以选 终点是一样就好 真的要这样吗 那没关系 可是我很喜欢是他 因为其实我们一般看到 你在做灌彩绘啦 或说联名 你都是在车身上做文章 可是他在这边的室盖上 他也加入这个双心 而且颜色又不一样 刚刚赵哥骑 沸沸出来的时候 我发现一件事情 其实刚刚在 艾尔特拜云那边就看到 赵哥现在看起来很和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你骑上车的时候 眼神看起来超凶狠 对啊 这种街车 就看起来 对你换整个 就是那个打气就出来 对对对 但我们这个上去 整个俏皮的感觉就出来 那如果赵哥骑大厂会 我会看看 哎呦 就突然可爱了吗 拜托好像那个养热托妈妈 这车子就很瓦斯 要收瓦斯 我们这是休闲的 那个是输引 这个是去 赵哥说实话 如果今天我开的车在路上 然后我看到你骑这车 我也会开 是啊 可是那问一下 这台车要多少钱 目前价格大概在19万 哇太贵了啦 这CP值 但是因为它是限量的 像台湾 我这台车特别从台中介的 因为台湾数量真的不多 限量版 对 那应该长期来说 虽然车我们是以骑这件事为主 可是这个车如果你摆着 它是会增值 它是会变成收场景 它是会变收场景 对 那甚至涨到二十几万都有 对 所以如果你收场就不要 你知道我这台车现在 已经有人开价给我开多少要买吗 10万 啊 没有 我车价就10万 车价原价10万 车价就要11万 11万 车价就要15万 啊OK 你车价看 那应该也就是原价购买 有人出价啊 就觉得说我这车价整个这样弄起来 还不错 能透露一下吗 行情现在是 赵哥你不能自己抬价钱 哈哈哈哈 那15应该没有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但是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现在你是天智第一号 对对对 那其他人如果有 确实就像汽车有说家驾交车 对对对对 但是以这一台辣长口来说 是因为本身的稀缺性 然后还有这种联名的 然后又是梦幻版 然后它就因此在中国车价 它会很有 但我觉得不用比较是 这两款车 都是会让大家很放松 可以一起双 平常我们骑这个嘛 那偶尔骑一下 对 他装一下可爱 听起来不错 对 玩法不同 对 是是是 然后另外还有一台 也很厉害 那其实我们今天好像都在讲动物 对 还有一台Monkey 就是很可爱的mini bike 是不是玩法很多 凯乐 对啊 因为也有很多的朋友呢 他有购入那个Monkey 但是呢 我发现很奇怪的是 反而买Monkey 这种这么小台 这么可爱的车子 都是男生 真的 对 我在路上看到的时候就 哇 是不是 都是男生 然后就是 他好像骑得很别扭 但是他自己又很有自信 我觉得Monkey就是有一种 就是 就像你骑的这台车一样 你就会觉得说 我自己知道我是第一台车 我自己知道没有人有这台车 那骑Monkey的人也是 他们就是有一种 我自己知道我很可爱 对 我觉得我就是一定会很多人一直看我 所以他们骑的心情是这样 你说他好不好骑呢 他其实真的很小台 应该没有到这么好 对男生来说没有到这么好骑 还行 因为以前Monkey 50那台真的比较难骑 你还是骑个品位 可是我要反驳你一点 你刚刚说大部分看到男生在骑 对啊 可是演艺圈有一个女神级的歌手 这是他的御用车 御用 陈启真 那个旅行的意义 最早他第一个版本的时候 他是用Monkey 50 然后过了十年 新歌推出的时候他用Monkey 120 所以这个车 对没有错 好啦路上男生骑真的比较多 而且我觉得男生都有个姿态 就是自己有一种姿态在骑 可是女生骑很好看 对啊 女生骑就是可爱 而且他是不是有新的颜色 对他这次出了三个新的颜色 而且我觉得他很适合我们今天的主题 是我们刚刚讲的蜡肠 我们讲的肺肺 可是如果你真的去追溯的话 如果当年Monkey没有出125版本的话 其实我觉得蜡肠跟肺肺都不会推出 因为他跟市场证明了 我今天做市行程 因为以前50C系 反正就小小台当玩具 对 可是现在他告诉你说 我一般路上也可以骑 因为他轮胎变大 车也变大了 发现卖得动 所以后面蜡肠就出来 后面肺肺也出来 我觉得那是带动一股流行 那我们看到新的颜色 珍珠黑 黄 然后还有红 赵哥 如果是你 你会选什么颜色 珍珠黑不错 感觉 这个啊 珍珠黑 对 感觉上没有那种黄色点缀 你的车我以为你会想黄色 我还是觉得珍珠黑 比较有个完整性 有一个 有个主题感 比较凶 可是赵哥的外套是红色的车色 对 那是一套的 我这个 没有 今天这样而已 等一下 之后不会 不会到这 我其实骑我那台车 都是穿黑色的皮衣 买黑色安全帽 纯身黑 在马路上啪的时候很帅的 我们是因为你今天的穿着 我们就误判了 不 因为联系 因为那天在在阪间 穿这个就直接穿过来了 我们想知道 赵哥 其实 Mandarin 上路的时候 其实这个mini Bike 它是走一走比较帅气的印鞋 对 这就很帅 但另外今天有一台 我觉得以外形来看 也是超帅 贾三 这一台 Oreal 猎户座 猎户座 它是电动的 对不对 它是电动的越野车 那这一台其实我之前是在台北的一个车展上看到 我当天就很想把它借出去骑 它这样子的设计啊 是把电动车的特点发挥出来 因为它不需要有很大的空军塞它的引擎 也不用油箱 那这样子的造型会让我想到是 太空船上的探险车 我今天如果降落月球 穿着太空服 骑这个我觉得很适合啊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前阵子有玩越野车嘛 其实老实说 一般人对越野车会怕 第一是高 第二是那个引擎你要车子有力 那引擎排行程太大了 其实会怕 但电动车没有这个问题啊 然后座高部分也可以解决 因为 它真的看起来蛮高的耶 它的座高89公分非常高 所以我刚刚就想说 然后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 其实有点不高兴 我知道我向来腿不长 但它这个比我腰还高是怎样 对对对 我就想要对比一下这种高度 但是没关系 试过之后我觉得OK 此时此刻你有没有压力 因为我想请你上车你会卡住吗 不会绝对不会 而且它的特点待会就可以展现出来 还好没卡住 虽然有需要垫脚 但是好像OK耶 我是可以很轻松的 因为它有两大特点 第一个我们刚刚讲极简化载化车身 所以我脚可以靠过来 因为你大腿是可以比较并龙的 对有时候我们骑那种坐高82-83公分的车 你就觉得撑不住 因为那个脚要开很开 但是这个不用 对 好再来就是它车重非常的轻 它如果我们把电池拿出来 它的车架 它这个铝合金铸造的车架 只有36公斤 如果你电池全装就是满装的时候 也才70公斤出头 它电池放在哪里 电池在这一块 有盖板的这里 对 我们刚刚开关在下面 对 我们把它打开 来我帮你拿 这边就是它的电池 是 那它充满其实只要3.5度电而已 但是它可以跑 续航力可以到100公里 而且上次有车行 有代理商老板去实测了 它骑到 就从台北市出发 所以你会经过一些市区 然后它到了郊区 到新北越野场之后 小骑一下再回来 骑了80公里 都还有电 所以续航力不用耐心 然后充电口就设置在这边 在这里 对 所以这一款车 其实那个时候 我知道它是充电的时候 我一开始有点疑惑 我就说 那这样子会不会很麻烦 因为充电也要等嘛 那后来发现不会 第一它续航力够 第二 你真的越野车要去骑的话 很吃力 我觉得一般人骑个半小时 差不多 差不多了 对 我通常去电越野车的话 我是十分钟我就休息 而且它是不适合载人 对不对 这一款车 它是可以越野使用 所以它行程比较长 它逼真机行程比较长 你要飞要跳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啊 它也知道很多台湾人 我们都知道 越野车要在场地里面玩嘛 所以其实不需要排 可是台湾人需要啊 所以这一次代理商进口 它是让它去送验牌的 所以如果 就它是可以挂牌 它可以挂绿牌 因为电动车 它是可以符合法规 就是时速限制在50公里以下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单纯要越野的话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仪表 它仪表这边可以做动力的切换 如果你今天一般上路的话 这边是绵羊 绵羊? 马 猎豹 有动物哦 它有不同的动力模式 然后有档位 然后你还可以去调不一样的出力 现在是雨天啊 或是说一般的泥地 或是公路 它都可以做调整 它有drive mode 对 所以如果你今天 就是我不考虑上路了 我不要领牌 它可以给你的动力是 你尾速可以跑到100公里 而且它的扭力全开的话 可以到40几公斤 所以那样子的动力来说 你今天 刚刚在摄影棚 其实来的时候 我们想稍微试一下 只是稍微转一下 地上就留下轮胎的痕迹了 对 它的出力非常之凶猛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在 因为电动车啊 对 你要在路上骑帅的话 我们挂个牌 它限制动力 合格验证的车 你可以骑得很开心 所以它是也可以骑快的 也可以骑快 只是说因为你挂绿牌 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 没错 对吧 好 谢谢小赞 你看台湾现在也有这样的 电动越野 不偷车了 等一下我们来看 那在路上 肯定很吸睛 但应该是偏向于骑帅 或骑快 也算是达人们的爱车跟收藏 稍微回来 地球王机械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数报导 年底 Toyota的全球 这是速力道 我们现在自驾 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要选动 你也看不到吧 台湾友们 地球王机械员邀您 一起上线